婷婷 你是不是不喜欢吃香菜呀 是啊 妈 我一吃香菜就反胃 那是你没吃习惯 吃习惯就好了 今天就吃了试试吧 妈 婷婷菜都炒好了 她明明不喜欢吃香菜 你还故意放进去 香菜是个好东西 又吃不出毛病了 婷婷怎么就不能吃了 难道她比别人家贵呀 真是不知好歹的 妈 婷婷吃香菜真的特别难受 去去去 拿过来吧 我肯定是吃香菜了 这不应该呀 我中午让妈把菜里的香菜 全都挑出来了 妈 你是不是没挑干净啊 我就留了一点点 我是想着她吃习惯了就好了 妈 我都跟您说过了 你怎么就是不信了 我又没见过你吐 我怎么知道你会有这么难受啊 您现在相信了吧 吃饭了 哇 今天都是我爱吃的 妈 昨天中午是我不对 今天啊 我做了您最爱吃的虾 给您陪您道歉 我这都是为你好 以后啊 你就跟我一样 什么都吃 妈 你说我怎么那么娇气啊 以后啊 我得给您多学着点 来 这都是您最爱吃的 您啊 多吃点 这 这怎么都是来的 对啊 妈 这可是我一大清早 特地去市场买的小米椒 这个可是好东西啊 这个可以去吃去寒 您可得多吃点啊 不行不行 太辣了 我吃不了了 妈 您是没吃习惯的 来 多吃点 吃习惯了就好了 哎呀 婷婷 我真的吃不了 吃辣的我就胃痛 妈 原来你吃某样东西 也会不舒服啊 那你昨天给婷婷吃香菜的时候 怎么不会想想呢 板子不打到自己身上啊 不知道疼 哎呦 菜齐呢 今天的虾了可欣欣了 你们两人俩赶紧尝尝吧 妈 你以后还是别做饭的吧 怎么了 不喝你口味吗 你看你这都做的什么呀 要么咸的发烘 要么淡的没味儿 我说你不会做饭就别做了 我老了 这手啊 容易发抖 放盈的时候 不好掌控 哎呦 我看还是请个保姆吧 成年那么大 家里这么小 保姆来了 我更加没事做了 你要是觉得无聊啊 你就搬回去住吧 你说什么呢 你这才把妈接过来几天啊 她不得需要时间适应一下吗 你要妈回去 妈就回去 只要你高兴 妈咋样都行 你什么意思啊 真要妈回去 反正我是不想跟她待在一块了 每天唠唠叨叨的不说 做的饭菜也不好吃 大晚上的不睡觉 看电视啊 喝喝水 上个厕所也是 一点都不顾计会不会吵到人 我这两天啊 神经都衰弱不少 我走了 你们两个人好好过儿子吧 哎 妈 哎 妈 哎 就让她回去吧 这样大家都自由不好吗 你是自由了 她呢 她这个年纪一个人住在老家 这叫自由吗 这叫孤苦凝顶 这叫儿孙不孝 走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这么妈的 大哥 你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吧 弟妹 六子 你们这是干嘛呀 咱妈养你这么大 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钱 给你付这个房子的守护 你凭什么敢要走 你良心被狗吃了啊 你有良心 你把妈接去住啊 你真是无药可救 咱咱刚回去的时候摔了 你知不知道 妈现在在哪儿 医院 哪个医院 情况严不严重 嫂子 你别告诉她 让她良心不安吧 哎 大嫂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好了 你们别说了 我是真的担心妈 华子 妈从怀上你的那刻起 就把自己奉献给了你 二十三十年 她不曾嫌你小 你怎么嫌弃她老呢 你也是当了父母的人 你就不怕将来自己被报应吗 孩子也这样对你吗 正所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百善还需孝为先 孝顺恼人 才是儿女一生做的事业 总有那风 吹不散的认真 妈 吃个橙子 这个橙子很甜的 好好好 这水果那么多 你们也吃 大嫂 给你上那个事呗 什么事啊 你看我这工作也没找到 我有几个朋友 要我出去玩 我这身上也没钱 给我点呗 你哪天要是真出去玩呀 我可以给你一千块钱 但是我以后不会给你的 因为你一直这样不上班 我不可能一直这样帮你 才一千块钱 吃的饭都不够呢 你也太小气了 闲手 那我还不给呢 不要就不要 我还不稀罕呢 你跟我记着 以后你有困难的时候 也别来找我 孟天 一千块钱够多了 你就拿着吧 也是你嫂子的一片心意啊 妈 我们回来了 妈 你们回来了 赶紧坐下吃点东西 妈 这是我们给你买的礼品 回来就回来呗 每次都买这么多东西 浪费钱 妈 给你买点东西吃 这都是应该的 二嫂 这边来 我给你讲句话 去哪呀 神神秘秘的 哎呀 走呀 二嫂 我现在不是没找到工作吗 身上也没什么钱 你能不能先借五千块钱 等我找到工作再还你 陈子 你先坐着休息一下 我先去做饭 大嫂我来帮你吧 哎 不用了 你先坐着休息 我一个人可以的 二嫂 你不用帮她 又不是什么体力活 哪有那么娇气啊 你看 这是二嫂给我的 这卡里面有一万块钱 还有这个顶级香水 以后啊 我就再包你放上这么一支 这样涂一下 一整天都是香香的 简直不要太好了 哎呀 同样都是嫂子 一个大方 一个抠门 难怪大家都不喜欢你 对啊我又不是人民币 做不到人人都喜欢 你二嫂平时很少回来 她要是知道你在家里好事懒做的 班也不去上 你看她还会给你钱吗 去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小气就小气 还有那么多理由 就我哥瞎了眼才会看上你这种人 孟天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告诉你 对你嫂子放尊重点 你们刚才说的话呀 我都听到了 以后别从你嫂子和我这里拿走一分钱 你在这个家里什么也不干 我们供你吃喝拉撒 你别不知足啊 哥 我可是你亲妹妹啊 你怎么搁不着我外观啊 孟天 我告诉你 你嫂子照顾这个家 为我生儿育女 她是没有你二嫂大方 既然你这么挑剔 那你就去你二嫂家住 今天就跟他们一起走 我们绝对不拦你 我不就随便说了几句吗 你真意这么计较吗 孟天 既然你不愿意去你二嫂家住 又喜欢在我们家待着 那你给我老实点 别成天找你嫂子的茶 真是一天天的 好呢 你别生气了 妞子和陈子他们难得回来 你先去陪他们坐着聊会天 我再做饭一会就好啊 我再做饭一会儿 我再做饭一会儿